!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在尽力抓捕一个让他们束手无策的罪犯呢 特斯拉博士说的没错 而且 关于灰蛇坏灵为整的能力 你们是吃了情报不足的亏 严格来说 应该算我们的责任 博士 请别这么说 根据你们的描述 和现场残留的灰蛇碎片来看 那家伙能将自己分裂成数个 乃至数十个碎块 而且这些碎块 都可以作为单独的模块休眠待机 但只要接收到核心组件释放的信号 他们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苏醒和聚合 重新组成灰蛇这一整体 以过往灰蛇机体的规格来说 想做到这种事并无可能 这反过来说明 长空式的灰蛇 对自身进行了相当期 尽且重度的改造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它还挺了不起 为了变得更像人类 不不不 这怎么看都是更加远离人类了吧 不过 咱们这位改造狂魔的大变活人 也不是天衣无缝 毫无破绽的 这是我和鸡窝头 根据它那些一体的性能构建的模型 计算结果表明 灰蛇没使用一次它的复活把戏 都会类似热插法一样 对这些一体造成相当的损耗 原来如此 看来这对于灰蛇来说 也不是什么想用就用的轨迹 可是之前它在我们面前重新聚合之后 不是马上就活蹦乱跳的逃走了吗 似乎没看出来这种损耗 对它有什么影响啊 损耗对灰蛇短时间内的行动力影响很小 它势必会妨碍它长时间 高功率地运用自己的机体 简单来说 就是那些一体的耐力指标 会大幅度下降 怎么样 看出这位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了吗 嗯 下次找到灰蛇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追上它 毕竟它会越跑越越慢 嗯 不愧是冒失鬼苏沙娜的想法 完全不对 对不起 我想 毕竟自己肯定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在逃亡的途中 想办法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番检修 或许不只是检修 毕竟盗取了新城医药珍贵的拟针液体 获得了改造自身的最后一款拼图 他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待在长空室了 此刻他最希望的 应该是立即离开这座城市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的自我改造 但是以灰蛇现在的集体状态 他又没有自信能够长时间活动 对他来说 想要逃离长空室 首要条件就是确保自身万物一事 也就是说灰蛇为了修好自己 又会去抢夺新的零件 你这小脑袋瓜怎么就不能转个弯呢 鸡肉头不是刚说过吗 灰蛇的手头已经积极了改造自身的所有弧件 莲卫博士是说 灰蛇可能会在长空室内的某处 直接完成对自己的改造 我也明白了 灰蛇的最终目的是改造自己 眼下又必须想办法修复自己 那不如一举两得 直接就 整个换新 哎 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即使灰蛇 已经将自己高度模块化 想要完成全身组件的更替 也需要时间 场所和设备 而这就意味着 灰蛇在长空室 一定有一个隐秘的据点 它现在很可能 就折服在那里 可我们要怎么找到 这个隐秘的据点呢 时间一长 它完成了改头换面 我们就很难发现了 放心吧 你也不看看负责情报支援的是谁 我们已经将长空室内 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区域 一一列举出来 交给你们的巷导去查了 小空吗 凭她的本事 相信很快就能带来些好消息了 哦 说来就来了 熙儿姐姐 苏珊娜小姐 还有两位博士 正好你们都在 找到了吗 空 嗯 我在长空室的熟人 稍早一些的时候 母亲到了 穿黑衣 单面具的人 在旧城区出入 我把坐标发给你们 这是 熙儿 和我们之前会合的地方 靠得很近啊 离安全屋也不远 嗯 应该是被海水淹没的 那部分城区 可是这样的场所 真的能用来骑身吗 那里还能居住的空间 其实比开上去要多 比如楼宇的高层 还有一些 建造得非常密闭的仓库 都还没有进水 常有一些无家可归 或者离群所居的人 在这些地方安家 其实提供这条灰神木鸡情报的人 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去实地探查一下吧 可别让那个狡猾的家伙又跑了 嗯 出发吧 我们一起战斗吧 是是是 这附近全是被灰蛇操控的机甲 你城里的其他地方都要密集 拥抱你的英雄吧 他就躺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是啊 灵木鸡情报的坐标 已经很近了 不知道接下来 灰蛇还会祭出哪些手段 我们多加小心 慎重前进吧 拜托呢 另一个我 真的不有办法 去吧 去吧 西儿 去守护 平地 啊 - 啊! - 啊! - 是陷阱吗? - 不! 你看那是什么? - 哪儿? - 你在让我看什么地方呀,溪儿? - 又消失了? - 啊! - 没什么,应该是我看错了。 - 抱歉,苏珊娜。 - 苏珊娜? - 谢! 小心! - 喂! 这些是什么呀? - 机器! 人类! - 还是会使得秘密武器! - 不管是什么,他们朝我们看过来了! - 不对,他们是... - 理型之中, - 为什么那个女人的手下 - 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 希儿? - 哼,都怪你昨晚提谁不好, - 偏偏要提这个麻烦的女人。 - 这下倒好, - 她的奇怪小弟还真冒出来了。 - 可是... - 根据布罗尼亚姐姐她们的说法, - 羽兔甚至应该已经不在地球上了。 - 难道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了? - 怎么办呢,希儿? - 这些家伙看起来很危险! - 希儿,苏珊娜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 - 我们先击退这些理型之种吧! - 没办法,速战速决吧! - 会让我一起战斗吧! - 是是是! - 这种奇怪的感觉是 - 请务导吧! - 请务导吧! - 请务导吧! - 请务导的! - 废尼亚姐姐姐! - 适加小弟兄姐姐姐! - 再也无论再遇上边! 呃... 啊... 啊... 總算是... 都解決了... 是啊... 但... 那些傢伙與其說是被我們消滅了 倒不如說是打到一半後自己消失了 倒不如說是打到一半後自己消失了 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希兒 本來我以為你可以由任有餘地完成這次的任務 但既然羽兔和這起事件擁有某種關聯 那事情可就變得複雜了 你認為她會是灰蛇的同伙嗎? 畢竟他們都曾經是世界蛇的幹部 或許是她在暗中幫助灰蛇進行自我改造? 很難說 那個女人我行我素的程度讓我很懷疑她會僅僅為了舊日的同伴而行動 如果不是讓她自己感興趣的計劃 她應該不會參與 很難想像區區灰蛇 而且是眾多灰蛇中的一個個體的願望 就會讓她產生協助對方的興趣 或許他們還有某種更大的計劃 而灰蛇的改造只是這個計劃的前奏? 我說要不你還是和蘇莎娜回去一趟 先把狀況跟那兩個博士匯報一下 這事情有點邪門 是我有種不好的預感 應該說是莫名的煩躁 希爾 她是在擔心我們吧 希爾 我明白你的擔憂 但我們離任務目標只有一步之遙了 如果現在折返 很有可能會前功盡棄 而且 如果羽兔確實和這次的事件有某種關聯 將這種關聯調查清楚 也是我和蘇莎娜的職責所在 算了 我也不能一直按自己的意思去管著你 不過 你一定要時刻保持警惕 我們並不知道羽兔打算派她的小弟做什麼 現在的情況是她在暗處 我們在明處 嗯 我會多加小心的 希爾 希爾 你沒事吧 從剛剛開始 你就一直沒說話 或者說 自言自語 嗯 我沒事 只是在考慮剛剛遭遇的敵人 他們並不簡單 欸 難道說 希爾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來頭嗎 這 居然是射痕計劃的主導者 而且 我夢的能力 以及被稱為理行之中的僕從 聽上去就是一個很不好對付的強敵啊 嗯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格外小心 畢竟敵暗我眠 不過 半途而廢也不是辦法 還是讓我們繼續向灰蛇被目擊到的地點前進吧 但優先試想 不再是逮捕灰蛇 而是偵查情況 嗯 剛才發生的這些情況 也麻煩你在行進間 向逆傷的博士 還有天命總部 都做一下簡單的匯報 明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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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小空給我們的坐標 灰蛇應該就潛藏在這附近 可是 啊 啊 真是出現了 啊 熙兒你看 她的身體 和上次見到時的樣子 沒有明顯的變化 嗯 看來她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對自己的改造 你們要何必竊竊私語呢 反正我的計劃早已被你們看透 而且你們還擁有非常出色的情報人員 居然這麼快就掌握了我的位置 哼 那當然 你以為自己躲到舊城區就有用了嗎 兩位特別搜查員小姐總是能給我帶來驚喜 如果換一個場合 我 我或許會 顧飲自憐的開一瓶紅酒 恭喜你們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廢話少說 這次可不會再讓你逃脫了 趕緊束手就擒吧 抱歉 這可樹難從命 我還想再掙扎一會兒 啊 站住 快追上她 又是雲兔的手下 跟我們一起戰鬥吧 是是是 擁抱你的力量吧 西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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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如前所说,开一瓶红酒来款待你们? 这...这家伙怎么还是一副诱人有余的样子啊?难道又在打什么鬼卓宴? 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此时此刻,语兔的确在帮助你。是这样吧,回舍? 如果我说...不是呢? 举个例子,过去在圣痕计划执行的时候,你认为语兔帮助过我们吗? 嗯?她不是圣痕计划的主导者吗? 哈哈,那个女人只会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行动,她连尊主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又怎么可能主动来帮助我呢? 只不过,从结果上讲,你们的看法也称不上错误。说到底,我根本不关心语兔想做什么。 只要她产生的影响对我有利,那我又何不顺势而为,因氏力倒呢? 比如说,此时此刻。 我根本不顺势而为,没有人物来说。 啊 這裡… 海… 怎么回事? 长空事,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这,这是什么障眼法? 光学投影? 心理催眠术? 啊,灰山哪儿去了? 不会又被他跑了吧? 苏莎娜,请先冷静一下 谢儿,可是这里究竟是哪里啊? 我们怎么一眨眼就... 这里是...量子之海 量子之海? 嘿嘿!就是那个,可有好多个世界同时存在的 各种东西都变得乱七八糟找不到规律的 一旦探入,就很难出去的量子之海吗? 不不,不是这个问题 量子之海,不是过去困住了谢儿你的地方吗? 嗯,过去我曾经因为一次,意外,进入过这里 并在众多世界的夹缝中漂泊了很久 从个人的经验来说,尽管有些匪夷所思 但我们现在确实身处于和当时相似的情境 可我们刚刚还在长空室 我记得利塔大人说过,进入量子之海的条件 其实非常苛刻 即使利用海渊之眼这种专门的设施 也没法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总不能...是灰蛇把我们扔进来的吧? 据我所知,灰蛇应该没有这样的能力 另外,根据灰蛇自己刚才的说法 它似乎只是利用了与兔制造的某种现象,而非... 等等... 猎戏? 苏珊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当我们在长空室展开调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谢儿,你...你怎么突然讲起灵异故事来了? 这种话题我真的不擅长啊 啊...不是的...其实... 第一次是在安全屋里 我以为只是桌子有了裂痕,并没有在意 第二次是在西奥拉之家的庭院里 我看到之后,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而第三次...就是在刚刚抓捕灰蛇的时候 那猎蜥一出现,周围的景象就像是被扭曲了一样 变成了量子之海里的空间 诶? 猎蜥? 抱歉,谢儿 我完全没有看到过那种东西的印象 不过...如果之前曾经发生过这么反常的事情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或者博士们商量呢? 这是因为... 对于苏莎娜说的没错 这明明是异常现象 为什么我却跟谁都没有提起过 我似乎 把它当成了微不足道 无需在意的小事 为什么? 你怎么会变成了一种 对于苏莎娜 我好像... 有些不对劲 苏莎娜 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我不知道... 奇怪... 是今天... 吃错了什么东西吗? 刚刚和那些理型之种战斗的时候 我就有点晕乎乎的 总算是... 都解决了 现在... 待在这个空间里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了 有点像... 雨影机的感觉 奇怪... 我记得和德莉莎不同 苏莎娜对量子之海的适应性其实很高 怎么会这样 还有刚才回忆起来的 我对异常现象竟然知情不报的奇怪情况 汐儿 你有发现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这一片量子之海 好像很奇怪 这确实很奇怪 嗯... 这确实很奇怪 太好了 至少你没有事 不 严格来说 我的状况也不太对 你也不舒服吗? 那倒不是 不如说 某种意义上 我现在的状态 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现在的状态 虽说可能会下到苏莎娜 但或许我们这样做了以后 它反而可以舒服一些 对了 你最好也别太吃惊啊 毕竟 你最好也会认为 我现在的状态 你最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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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两个 嗯 我们一直有两个 看来 果然是幻觉 好痛 你这个傻瓜 现在提醒过来了吗 运气的感觉 好像慢慢没有了 但汐儿还有两个 废话 就是因为我能从汐儿的身体里跑出来 你现在才轻松不少的 简单说 就是当我们三个独立存在的时候 量子之海恰好能够在我们的周围 形成一种稳定结构 就像三角形不会被外力挤压变形那样 无论是苏莎娜的眩晕 还是汐儿之前对于猎系的认知障碍 它们也都是这片空间本身是造出的影响 啊 刚才灰蛇说 雨兔产生的影响对它有利 其实就是指这方面吗 我们 都被雨兔的幻术影响了 这不是显然的吗 看起来能完全感知异常的灰蛇 发现了异常却很不自然的掉以清新了的汐儿 还有根本发现不了异常却被异常本身限制的苏莎娜 简直就是看菜下饭嘛 也就是说 那些猎系 它们本身就在试图对我们做出区分 应该吧 虽然我也搞不懂这么做究竟能获得什么好处 难不成这个雨兔 只想把自己的蛛丝马迹 暴露给像灰蛇这样的非人之人 那它的品位倒真够独特啊 等等 你们说了这么多 谁来告诉我一下 究竟为什么这里会同时存在两个汐儿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抱歉 之前一直没什么机会告诉你 其实你之前看到我发呆的那时候 我就是在和这位汐儿说话呢 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好呢 那当然了 毕竟我们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都在一起了嘛 行了行了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聊正事吧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为什么有两个汐儿的起因 而为什么这里会同时存在两个汐儿 就连我自己也并不明白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幕后的存在 应该就是雨兔吧 她为什么要把这里加工程 能让我这样没有实体的存在 也能够自由活动的区域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大概她自己的品位就很古怪吧 不过 说到没有实体 或者非人之人 过去的圣痕计划 倒是很符合这类描述呢 夏儿 你该不会是想说 雨兔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圣痕计划 我不知道 但这里毕竟不是九流之地 此时此刻 或许也只有之前面对圣痕计划时 积攒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了 量子之海中漂浮着大量的世界炮 类似现实世界的影子 或者某种平行世界的概念 如果我们暂时找不到 从这里直接返回现实的路径 或许先寻找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世界炮 再逐步确认 它们和现实世界的坐标关系 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已经在量子之海迷路了吗 笨蛋 你说反了 就因为它是量子之海 所以迷路才是必然的 除非我们能像优兰戴尔那样 用必要的设备 把自己的坐标与现实世界 一直相互锚定 当然啊 现在再去说这些 本身就已经太晚了 无论如何 座椅代币肯定不行 我们先往空间结构 比较稳固的区域移动 再逐步寻找返回现实的方法吧 需要知道应该往哪边探索吗 嗯 我能感受到那种气息 在这附近 有另一个相对稳固的世界 也只能这样了 虽然一想到是谁坑了我们 就很让人生气 但在砍下他们的脑袋之前 我们首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你说是吧 苏珊呢 呃 呃 呃 要 要砍敌人的脑袋吗 灰蛇 不 这是 这是 灰蛇 原来如此 你 不在这里 这种信号 希尔和苏珊娜察觉不到吗 你 你想要的东西 和我 又有什么区别 是吗 那还真是谢谢你 愿意陪我聊天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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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这个传送门通向哪里 而且 我总觉得这附近 有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开挖吧 开挖 嗯 挖出来就能知道是什么呢 可是 就算你这样说 好了好了 你让开吧 在这片空间里 普通人类和幼龙幼虾也没什么区别 这 这 这是 为什么 是灰蛇 聪明反被聪明物 不过 虽说他落的这个结局 也算是大快人心 但事情似乎也变得更麻烦了 这真的是身为无帽者的那个灰蛇吗 他的体内 已经坏上了一部分新成医药的拟针液体 应该没有其他人符合这一条件了 可是 这局身体上完全没有伤口 他真的死了吗 还是说 只是又一次抛弃了自己的身体 他之前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才搞到这个身体 应该没理由就这样一抛了之吧 而且 如果这也是金蝉脱鞘的伎俩 又是谁有这样的闲心 把一具空壳沉入到量子之海呢 就算是羽兔也不会做这种事吧 原来如此 这就是所谓的红飞鱼吧 他只是一个英式力道 去追逐个人价值的存在 我们真正应该警觉的 并不应该是他这个人本身 而是那种足以让他英式力道的幕后现象 只可惜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从他自己身上 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了 不如说 当前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他之前并未被量子之海捕获 就为何会沉在这里 那 那 眼前的这个传送门 谁知道那后面究竟会藏着什么 依我看 就先拿这些 不对 有什么要追过来了 希儿 苏莎娜 准备战斗 怎么回事 他们突然就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了 苏莎娜 别慌 先站在我身后 好 怂什么 他们和你在训练时打的机甲 也没有啥区别 嗯 机甲有壳 他们也有壳 都是一样的 你说的对啊 希儿 他们才没有什么区别呢 敌人的数量真的好多 苏莎娜 你跟得上吧 没什么 至少大家在一起 就不会头晕了 不错 如果一直按这个节奏继续下去 下 托莎娜 再加把架 让我看看他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又来新敌人了吧 又来新敌人了吧 撤退吗 啊 就像当时来救我们的Bronia姐姐一样 和我们不同 作为普通人类 苏莎娜没办法在这样的战斗中坚持太久 可你说撤退 我们看起来有地方可以撤退吗 希儿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还可以顶住 好好取悦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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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西亚 等这次任务圆满完成了 我带你们去家里的城堡玩一趟吧 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但是那里的天际线真的很漂亮 而且那边的羊肉和胡萝卜 还有洋葱 你在其他地方绝对吃不到 喂 你怎么回事 看住嘴巴 太不激励了 看来他们的进攻终于有了一丝空隙 苏珊娜 准备撤退 撤 撤退吗 下哪里 还记得吗 这些希儿说她在这片量子之海中感受到了一处相对稳固的区域 那应该就是这个传送门背后的世界 而灰蛇的尸体会漂流到此处 或许也是受到了量子之海自然流向的影响 又或者 她发现了一些那个世界的秘密 并因此被人灭口 那不是也很危险吗 可是 我们现在被源源不断的量子造物包围在了这里 如果一直战斗下去 可能很难支撑到被救援部队找到的那一天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穿过这道门 会前往一个规则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一世界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冒险 当然 还有一种更幸运的情况 就是我们被那个世界的规则 直接拒绝 更幸运 被拒绝 难道不是很糟糕吗 如果一个人被量子之海的规则拒绝 那么他会立即返回本正世界 我以为你知道天命的格尼乌斯是怎样能做的 哦 是这样吗 等等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让量子之海的规则主动否定我们 我们就能返回窗空室啊 嗯 说实话 这家伙之前就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 只是那是他并不满意事情的结局 因此再一次返回了量子之海 救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伙伴 不过 苏莎娜所说的那种情况 很难自然出现 我们 必须要有在一世界 被迫生活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 但希儿的意思是 这至少好过像现在这样 被堵在墙角 反复承受敌人的围攻 嗯 我们是这么看的 苏莎娜呢 你们可是量子之海的专家啊 我当然听你们了 那好 苏莎娜第一个走 希儿第二 我最后 那些量子造物又快聚集过来了 我们抓紧时间 走运的人就是好啊 这样一来 我们倒也不用急着去那边的世界 怕冒险了 嗯 如果能等到天命的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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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来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她明明 应该一下就回到这里的 汐儿 我们就见 汐儿 你是在找我吗 你是谁 我是汐儿啊 怎么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为什么能进入这个房间 难道说汐儿不见了 也是你在捣鬼吗 你在说什么 啊 汐儿 我 我再问一次 你是谁 汐儿 你很愤怒吗 不 愤怒 只是用来隐藏更深层的情绪 这个房间的原主人的消失 就这么让你感到不安吗 我明白了 你也是宇兔搞出来的把戏吧 其他人才没有办法闯进这里 不是的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 是因为获得了房间主人的许可 啊 你这家伙 是真的想死吗 汐儿怎么可能允许你进入这里 不 我说的房间主人 是你 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这里并不是他的心灵空间 而是你自己的内心 你感知到了我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出现 你对我感到愤怒 所以你的手中 才会出现武器 少胡说八道 这里是汐儿和我 我们 不是你们 只有你 原来如此 你是在害怕得出这个结论吗 那么 就由我来代劳吧 住嘴 你和汐儿早已不是互为一体的关系 住嘴 你们 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这并不需要身处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 你自由了 汐儿 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 住嘴 我明白了 这对你来说 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胡言乱语吗 死人就赶紧乖乖闭嘴吧 非常感谢 啊 虽然我此刻并没有死 但是被称为人 我深感荣幸 这的确是最高的赞誉 和雨兔一样病得不轻 这是谁制造的幻觉 倒是不打自招了 不过 比起对话 还是亲眼见证更容易让你理解当下的状况 那就醒来吧 回到开放的世界中 用你自己的身躯去感受这种自由 谁要替你的 快滚吧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 不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因为 边境 毕竟非常寒冷 哈 你在说说 这是 这是什么鬼地方 被雪覆盖的 废弃村落 刚刚那个幻觉说 这里是什么边境 又是哪里的边境 这里 究竟是什么世界 是之前那道门的另一篇吗 总之 得先找到希儿和苏珊那 往前走走看吧 这群怪物还真是阴魂不散 给我死吧 和这些家伙战斗的手感 这里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不仅如此 看到的 听到的 嗅到的 所有的感触也都很真实 哼 以那个女人现在的能力 恐怕很难构造出这么贴近现实 又规模庞大的梦境吧 但我的力量 希儿甚恒的力量 的确可以正常使用 在 在 在我完全找不到希儿的状况下 你们 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这并不需要身处量子之海那样的前提条件 你自由了 希儿 我为你献上诚挚的祝福 难道真的如他所说 呸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就算我巴不得能变成自由之神 不用再照顾那个娇弱的大笨蛋 但他也还是离 离不开 我吗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恐怕他现在就因为找不到我 急得快要哭了吧 真的他没办法 还是看我赶紧找到他吧 太后取悦我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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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边的小姐请留步 谁在说话 是我,在这里 原来如此,量子之海又演化出新型的怪物了 等,等一下,我不是怪物,请不要杀害我 你去照照镜子,还有比你更像怪物的东西吗 请相信我,虽然我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 但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是火身上的人类啊 人类 他们又撒谎,我们都曾经是人类 你们究竟是 请不要惊慌 我们也没想到,会有人类来到这荒凉的边境之地 我们是生活在沙铁国度的居民 沙铁国度 没错,小姐,你没有听说过吗 您果然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吧 外面的世界 这里果然是世界炮啊 沙铁国度的居民都长你们这个样子吗 大部分是 但偶尔也有比较完整的 完整 就是,虽然也像我们一样是透明的 但是能看出身体的形状 甚至还有连五官都看得清呢 但也是透明的 是 毕竟是世界炮 倒也不算离谱 你们叫着我 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请求您的帮助 帮助 是这样的 从世界外到来的小姐 我们沙铁国度的居民 如您所见 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形体 只剩下了一抹光亮 作为存在的证明 为了让这抹光亮存续 我们必须时常物与月光 月光 是的 在我们最大的绿洲城市上空 有一轮不尘之远 恒久地散发着柔和 静谧的月会 只要月光还庇佑着我们 我们就不会消失 就不会被遗忘 你是说 只有受到月光的照射 你们才能以这种姿态存活 您理解的真快 而不幸的是 月光无法照射到 这偏远的边境之地 那你们为什么 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当然是因为 这里是最先交融的地方 伟大的仙城 会以这里为起点 赋予我们全新的生命 您不用理会这些话 我们只是因为 要办一些事才来到了这里 芭城是他们的某种信仰吧 真麻烦 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帮不上忙 我还能把月亮搬过来不成 我还有急事 携失赔了 不用不用 其实这附近有一种特殊的结晶 我们称为月延 这种结晶散发着淡淡的白光 能其他和月光一样的作用 让开 我可没有帮你们找东西的功夫 没事没事 我们已经发现了月延的位置 您只需要帮我们采集一些 放在合适的位置就好 可能的话 我们也想自己去做 但是如您所见 我们没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双手 如果您不帮我们 我们就只能在这里等待消失了 啊 仙者大人 啊 行了行了 我就帮你们一把 省得以后某个笨蛋在念叨我 啊 这 真的吗 你真是一位好人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从贵的小姐 见我嘻儿就好 是 夏小姐 叶言除了发光 还有吸引怪物的特性 请务必小心 这里的怪物伤不了我 你们自己小心 别被一口吞了就好 夏小姐 预言就在那边 原来如此 好 你先退退吧 好 你先退退 要当心爱的玩具吗 淘汰太高了 跪下 不愧是 汐儿小姐 接下来 只要把这块石头 放在你们居住的地方就行 没有其他事了吧 当然 当然 请跟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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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是 手 汐儿 汐儿 你在哪里吗 啊 总算把 国际刑警的那帮官僚兑付回去了 哎 怎么样 长光那边找到希尔和苏珊娜了吗 这下麻烦了 啊 什么麻烦了 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了 前界议程 无法搜索到希尔和苏珊娜的信号 但现在更值得担忧的是 这可能是议程 世界性危机的先兆 你的意思是 他俩的失踪 不会是孤立 很可能不是 毕竟想要躲过千界议程的搜索 排除掉太空深处之类显而易见的错误答案 唯一的结论 就是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与本征世界 不在一组维度基底之上 考虑到希尔和苏珊娜的全能 没有出现议程 那么这个位置 大概率位于量子之海当中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我是指 量子之海 这次打通现实世界的位置 那肯定就是在长宫市吧 说不定离之前的虚树起点 有没有搞错 量子之海的渗透点 竟然出现在过往虚树起点的附近 这怎么可能 他们应该互相排斥才对啊 怎么会在 凯亚娜的全能之外 还有什么类似中央的力量 能够强行统合一切 不不不 冷静 冷静 尼古拉小姐 这只是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机制罢了 嗯 但 既然它是一种世界机制 那么受影响的地点 恐怕就不可能只有长空市一地 保险起见 我已经拜托长光用牵借议程 搜索其他女武神和相关人员的位置 如果条件许可 最好也能与前往了某个世界炮的 幽兰戴尔和丽塔取得联系 不过 考虑到当前的状况 本身就可能源自量子之海的异常波动 短时间内 我们或许无法期待来自他们的支援 那 要召集圣佛雷雅的那批人吗 嗯 我已经和盟主主意联系过他们了 在这一方面 值得担忧的是 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到浮华 诶 这怎么会 是啊 之前考虑到紧急状态下 如何帮助食之律者的问题 长光特意帮他改造了设备 在他的手机上 集成了随时可以呼叫 牵接易成的功能 照理说 他应当是全世界 最容易被联系到的那个人才对 邮件 长光的转发 原始发箭人 不明 第二天 年轻人 长光的转发 不明 尽不明 或许多 吗 那么大功夫,还有减素的变化,他不得了。 封面疼我,封面疼我。 哇!好厉害! 这是什么地方? 北极? 雪国? 圣诞老人的故乡? 呜,简直像是童话里的景色。 我懂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量子月牵吧 等等 这里可能真的是一世界 苏莎娜 夏儿 快来看呀 好厚的雪 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兴奋过头了 毕竟在我的老家 别说这种铺天盖地的大雪了 连一片小雪花也很少见到 虽然来到天命总部之后 我也见过不少雪景了 但还是忍不住每次都大呼小叫 艾尔维特没少因为这个笑话我呢 原来是这样 说起来 你之前好像不太舒服 已经没事了吗 哦 对啊 这方面 好像是没事了 可能是我已经适应了量子之海 艾尔维特也总说 我最大的强项就是适应力呢 或许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吧 这里有规则的建筑群和生活设施 很明显有人居住过 我们现在很可能 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炮里面 不过 我刚刚可是被那扇传送门吓得不轻 那道白光 我还以为自己要被分解成原子了 蜜儿 你没事吧 还有另一位蜜儿也 诶 另一位蜜儿 她去哪儿了 等等 我确认一下 她之前确实和我们在一起的吧 应该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别急 苏珊娜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 她一直都和我在一起的 哦 对对 那才是正常情况来着 那 我们快叫她一下试试 嗯 我也在这么打算 蜜儿 好想 什么也没发生 怎么会 蜜儿 难道说 她现在 嗯 我 我完全感受不到她 这种情况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种情况 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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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脸色很不好 不要紧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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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儿 啊 不要紧的蜜儿 无论如何 大家进入的是一扇传送门 这一点没错吧 嗯 那么 按道理来说 我们都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另一个蜜儿不在这里 或许是因为 那个 毕竟是量子之海嘛 空间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 她或许是被扔到村庄的另一头了呢 又或者 她先一步到达 发现了某种危险 为了保护我们就抢先行动了 对 很有可能 总之 作为一名天命女武神 我觉得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嗯 我们去找另一个蜜儿吧 苏珊娜 苏珊娜 你说得对 我们去找西尔吧 嗯 这才对嘛 她见不到我们 一定也跟你一样着急呢 虽然相处的机会不多 但我能感觉出来 她非常非常在乎你 谢谢你 苏珊娜 别这么见外了 能够互相帮助 这才算是好搭档嘛 哇 这里真的到处都是雪呢 或许这就是一个 潮年积雪的世界炮 那些房屋的屋顶 都有一定的坡度 墙体也都比较厚实 确实 不愧是雪啊 观察得真仔细 没什么 在西伯利亚 类似的房子其实有很多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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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路吧 西儿 呃 苏珊娜 你有没有觉得 这扇门跟周围的景色有点格格不入 嗯 确实 门上好像还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看着像是一朵花 这扇门似乎没有门锁 也没有门栓 为什么会打不开呢 这个呢 会不会就是那朵花才让它无法被打开 我在说什么呀 就算是在世界炮里 这种设想也太跳跃了吧 哎呀 你的职举都成了敏锐呢 小姑娘 声音 谁 谁在说话 世界炮里的人 快出来 不要吓我 可是我明明就在这儿啊 鬼鬼怪 幽灵 隐形人 真是的 刚才你明明你就犯傻 我是在这扇门的后面啊 什么啊 你不会是专门躲在门后等人靠近 然后再突然说话吓他们一跳吧 喂 谁不请的没事的 这都这么无聊的事啊 那你躲在门后干什么 当然是在等人把这扇的好一个门打开 从我这边是不可能遇到的 但从我们这边好像也打不开 因为你们没有用对方式 我都听到了 你们说那边的门上有它黑色的东西 那是这个世界炮特有的一种能搬扰风间的物质 不过幸好 边境村里也有一种能相处这种物质的结晶 叫做光源 你们能找来几块吗 那样应该就能把门打开了 等一下 您刚才的原话是 这个世界炮 有什么问题呢 我好歹也算量子之海中的漂泊者 知道这里是一个世界炮很奇怪吗 量子之海的漂泊者 听 听起来好帅气 能请教一下您的名字吗 虽然告诉你们也无妨 不过还是等到你们把门打开之后的事吧 你们想啊 就算我现在报社信念 你们也看不到我的样吗 这样反而挺奇怪的 不是吗 总觉得 是个非常讲究的人呢 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 一次性多问出一些东西 抱歉 门后的小姐 虽然我们也想帮您的忙 但是 我们自己也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对对 我们还要找我们的同伴呢 他一定还没走远 同伴吗 也好 那就先让我来帮你们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和同伴走在的 大约 十到二十分钟前 那时 我们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炮 所以精确的时间 有些难以估计 那首先可以排除 他通过了这扇门的可能性 因为我在这扇门后 已经拿了一小时以上 没有住过着的 而且 这扇门是离开边境村的唯一出口 也就是说 你们的同伴一定还在座路中的某处 原来是这样 这还真是个重要的情报阿西啊 嗯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大约 大约 既然你们要去村落里面 就顺便找一些光颜带回来呗 等你们找到同伴 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也还是需要打开这扇门 而且 我提供的信息也帮助了你们 是不是 嗯 您说的没错 可是 我们既不知道这些光颜的具体位置 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子 真的好 等你们到村落里面 注意看我的提示就好 提示 看到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好了 过去吧 你们的头发应该也很焦急 不是吧 嗯 那我们出发了 没有 对 对 对 有点 西娅 你看那边 那边 那边 就是 应该就是刚才那位小姐所说的提示吧 我们去看看吧 这是 是… 文字? 又是隐形人吗? 傻瓜,还是我呀! 是门后的那位小姐? 没错,这就是我为你们提供指示的方式 这是一种操控音符的能力,可以将声音投射到远处,化为文字 也可以通过声波传辉的间隔,判断你们的大体位置 哦,就像鞭… 不许说像蝙蝠 你先说出来了,那不就证明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总之,你们只要遵从音符转化出来的文字指示,就能找到光炎了 数量的话,五块左右应该就足够了 明白了 不过,雨仙打个招呼 光炎因为其特殊的作用,似乎都被以前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保存在了设有机关的密库中 而且,另一方面,光炎本身也会吸引来量子之海中的怪物 怪物和机关嘛 嘿,小事一桩,我们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呀,那我就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啦 这边境村还挺大的 就是没见到一个人 这里似乎已经被废弃了一段时间 好呀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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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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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去下车,再来不命! 好呀! 好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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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炎 應該就是這個吧 果然在發光 可是 為什麼是炎呢 哎 先不管啦 反正再收集四塊就可以了 但是 駅 开瓷 打瓷 證 DID 開瓷 封娘 stock 衝 有 哦 有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 西尔,你怎么了? 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猎戏吗? 当我在西尔拉之家第二次看到那种猎戏之后, 我就突然进入了一个类似梦境的场景。 那个场景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 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雪, 只是,天色更暗一些。 你是说,你还在西尔拉之家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炮里的景象? 我和你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这或许说明了一件事。 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炮, 应该不是出于巧合。 羽兔,或者其他什么人, 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到这里来。 至少,是希望我到这里来。 猎戏,或许是他的一种暗示手段。 他想让我先认知到这个世界炮的存在。 让你认知到世界炮的存在? 就能把你引导到这里来吗? 具体的方法,我也不太明白。 羽兔的能力同时设计到意识和空间的领域, 或许也能结合起来运用。 不,还是先不要一测太多了。 嗯,不过, 既然知道羽兔有意将我们引到这个世界炮里来, 我们在这里,可要多加小心了。 是的, 毕竟,我们对对方的真正目的,还一无所知。 对方的真正目的, 对方的真正目的, 太近了。 对方的真正目的, 真正目的, 已经成功了, 脚天到骂与了, 更举他的身体一路, 更举了, 是不可适合的。 这个人单独据您对方的路线。 最后, 是不可适合的? 好,很順利,這裡的光源也可以收下了 嗯 啊 怎麼了?還有看路的機關 不,不是 我剛剛碰到這塊光源時 好像碰到了什麼柔軟的東西 啊? 不軟啊,硬邦邦的 只有剛才的一瞬間有這種觸感 應該是我的錯覺吧 噓,可能是因為這裡太冷了,手給動麻木了吧 嗯,或許就像你說的這樣吧 五塊光源已經收集完畢了 但… 還是沒有看到希兒的蹤影 沒事的,蘇莎娜 多虧你之前為我打氣 我已經不會再那麼輕易地消沉了 那最後不夠了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我想先收集些情報 了解更多關於這個世界炮的事情 欸?不繼續找另一個希兒了嗎? 這裡我們已經找遍了 希兒她,確實不在這個邊境村裡 不過我們也確認了 我之所以會進入這個世界炮 並不是因為機緣巧合 而是某人有意而為之的結果 那麼希兒沒有和我們在一起 很有可能也是有與此人的預先安排 只是…假設對方就是羽兔 他又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歸根結底 想要解開謎團 我們還是得弄清楚對方的目的 而這個世界炮一定擁有與我有關 或者與對方有關的某種特性 了解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了解幕後情況的第一步 也就是找到希兒的第一步 有道理 而且我們之前的那個猜測也依然成立 另一個希兒 她應該就在這個世界炮裡的某個地方 只是我們彼此還無法接觸 嗯 走吧 讓我們先去打開那扇門 門後面的朋友 啊 是不是應該叫你漂泊者 我們把五塊光源帶回來了 嗯 辛苦了 說到做到 你們是一組值得欣賞的搭檔嗎 嘿嘿 那是當然了 怎麼說我們也是天命 啊 嗯 我們也是武力與智慧兼備的旅行家呀 門後的小姐 請問要怎麼用光源把這扇門打開呢 很簡單 門前應該有個台座吧 那是個簡易的聚光器 你們只要把光源放進去 瞧準聚光的強度 聚光器 照射到門上的黑色干擾物質上 門就開啟 聚光器 哦 說的應該是那個吧 好 我們就照他說的做吧 啊 門真的打開了 嗯 我們進去看看吧 真是多謝你了漂泊 人呢 是直接往前走了嗎 我們去前面找找看吧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蘇珊娜 你慢一點 小心懸崖 那 那是 太厲害了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炮嗎 呵呵 怎麼 你們也看待了 看來大家都彼此彼此嗎 啊 這個聲音是 呵呵 待ってたわよ ようこそ セントソルドスノーウェ 呢 有 等等 尤其說 可不可以 還有 遇到 我 被咬 能 遇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